好 谢谢你 这一批可是新纪元 从此优优卡小为消费深入夜市 也是优优卡公司董事长代季权上任以来的头彩 但这政绩却被质疑根本作非今世 时间是去年7月30号 连盛门到台北市宁夏夜市参访 一边体验包润饼一边抛出新证件 包括优优卡公司或其他单位来跟自治会这边洽商 根据摊商的还有商圈的店家的意愿 来协助他们完成这方面的服务 简单说就是要在夜市推动优卡小为消费 当时连盛门提了几个理由 像是不必找零 不怕假钞也比较卫生 结果立刻就被骂成了 何不食肉迷的敬惠地不知名疾苦的天龙人 我会接电话接到报 因为夜市会觉得我们是这样热情欢迎 你怎么在那里讨论卫生不卫生 他如果我在这里 要能够走到你那个电子商务 他就不会去搞贪商了 还布置这段节目连续几天都有反对者开炮 外号台独机关枪的李柏璋说 什么叫做民不聊生你知道吗 连公子除了砸钱抹黑提出一些 无脑政策之外你到底还能做什么 腰西刘静雯说不可行天龙白目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梁文杰更酸 说连盛门当过悠优卡董事长 就以为全世界都该用电子付费 要是他当过捷运公司董事长 恐怕就要下令禁止骑机车了 我觉得他可能没有想清楚这个吧 因为很多人觉得悠优卡就应该很努力地 去拼命地赚钱 但是这个部分我觉得要再考虑 连世文我没有特别意识到这个事情 就是欧巴肩大家都会肩嘛 但是师傅不同肩出来不一样嘛 而连世文办公室发言人 钱振宇则回应乐见柯市长采纳连世文证件 只是不太明白摊伤跟微型企业差别何在 但还是期待品尝代季权董事长 能端出什么不一样的欧巴肩 东森新闻主长女士奇潘建华 在台北报道 效倍 超 Snow 比丁 運 城